13-5规划是2016年到2020年展开他们自身经济发展 而中国大陆是台湾第一大出口以及投资的地区 也是台商经营的重要市场之一 台湾方面应该如何掌握大陆13-5规划的趋势 这场两岸经济论坛专家提出了不同的戒毒观点 大陆13-5政策规划改革重点包括物联网 能源 环保 医疗 教育等等 台湾在多上领域当中拥有先进的技术与发展 面对政局转变 台湾产业如何继续保有优势 大陆发展是台湾经济的变角石 不是半角石 台湾应当变成一个混淆的青蛙 跳在大陆肩膀上 肖市农业 安全农法以及人道饲养 甚至结合文创 让产业更加值 台湾特色养老模式 养老村里可以找到跟自己相同时代的人 有共同的话题 相同兴趣 不用在家当独居老人 都是未来台湾的机会 只有和平发展 只有互动交流 两岸的友好合作 要向旁江黄河岁用副主席贴列 国民党副主席胡志强也表示 没有和平就没有经济发展 别让政治倒过来 影响两岸经贸互动 记者台北 综合报道